大家好 我是丹尼 今天的主題是小小杯凱戰了 那麼就讓我們開始吧 好 我們要開始討論一下小小杯的賽制了 小小杯的賽制是使用尚未進化過的寶可夢 CP上限為500的一個新的賽制 除此之外還有兩個賽制分別是關都杯以及速成杯 這兩個賽制的話他們的寶可夢或者是CP也跟著有所不同 不過我們今天先來討論一下小小杯的部分 小小杯的話是用沒有進化過的寶可夢加上CP500的情況下 整體上來說你目前練的角色都沒有太大的用處 因為你練的角色通常是把他練上去之後500CP限制下你就沒有辦法用了 而且我們在未進化過的寶可夢的情況下 基本上手上的庫存應該是有限的 所以丹妮今天就來分享一下小小杯的某些角色哪隻比較強勢 然後我們今天就不討論那第五季的更詳細的一些資料啦 因為畢屈他自己已經有做出詳細的影片了 我們就把它放在資訊欄 如果玩家想要看第五季相關的資訊的話 可以當作參考 所以我們今天影片會著重於小小杯的一些注意事項 以及他角色的一些實力跟介紹 所以讓我們看下去吧 然後丹妮有整理出5點在小小杯的注意事項 我們可以看一下 第一點就是沒有比較省星辰啦 在小小杯的部分 因為主要在於小小杯他是使用沒有進化過寶可夢 在500CP的狀況下 有些寶可夢很強的情況下幾乎要練滿啦 所以星辰上是不太能夠省的 可以看到我們目前小小杯排名第一的銅鏡怪這一隻角色 這隻角色在37.5等的時候 他才能夠達到500CP的上限 所以可以看到在右手邊他還有看到星辰 從15等灌上來也要花到快到10萬啦 所以整體的星辰量並沒有特別的省啦 說實在 然後也由於500CP的上限的關係 所以所有的寶可夢幾乎體質都有偏弱的一個情況啊 可以看到第一名的銅鏡怪 他的血量上只有126 然後我們的單手龍的話在第二名就86 不過有一個異類就是第三名的小果然翁 他的血量竟然能達到180 非常的強 不過這隻角色是要灌滿才能夠使用的 而且他的招式 大招九一招鏡面射擊啊 算是異類的存在啊 但是如果玩家想要打這個小小杯的話 灌滿果然翁可能是必然的選擇喔 所以我們撇開小果然翁的話 其實大部分在小小杯能夠出場的角色 他的血量都並不是特別高 很多前幾名的角色都是搭配高攻擊力的小招進行對戰使用 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在對戰中使用的話 很可能瞬間就可以把一場給打完 是這個小小杯稍微要注意的部分 然後在第五季的話 是以勝場術決定你到底能不能爬到R10的部分 當然的 如果我們在小小杯的話 其實所有技能組都要重計的 因為大部分之前在對戰的玩家 在打其他的私下對戰的時候 其實對某些角色都特別了解 所以在開菜的時候就會發現 欸奇怪 為什麼某些人都可以把角色的招式啊 或屬性背的非常的熟悉 但這個小小杯的部分 雖然有可能你在被屬性的時候非常熟 但是對於技能組的話 大家都是要重新repeat的 因為很少人會有玩家把都沒有進化的寶可夢拿來對戰使用 所以其實如果你現在開始用功的話 說不定你能夠在第五季拿到R10也不是問題的 因為只要看勝場術的話相對的容易許多 再來就是目前小小杯所使用的角色 但未來我們還有機會再讓他在對戰中使用嗎 畢竟這幾隻角色其實啦 你說實在像銅鏡怪他進化之後 青銅中的CP是超過一千 我就不能再超接盟使用了 在高接盟的話他打起來會比較尷尬一點點 所以銅鏡怪的話 如果你練起來的話 到時候就能在小小杯使用 算是星辰投下去之後 就無法再繼續使用是比較缺點的 然後小果然弓當然不用講 很少人會使用果然弓在對戰中使用的 所以如果對於新手玩家而言 這樣的話 為了一個禮拜賽是特地去花星辰去灌 其實整體上考量是不太划算的啦 當然在前幾季的賽制中有點不太公平的是 有些玩家已經在私下對決過了 所以實力比較高強 你要贏他整體上來說是比較困難的 但小小杯是一個全新的賽季 全新的公平競爭 所以如果你在這邊的話 肯花星辰肯用功的話 整體來說你還是有辦法去打敗那些擁有R10的玩家 所以玩家如果真的想要拚R10的話 小小杯是能夠努力看看的 好那大家已經考慮要進入小小杯之後 我們就來討論前20名的寶可夢有哪些好了 銅鏡怪人單手龍以及小管龍 這三隻是目前的前三名 再來我們可以看到擁有高傷害妖精系小招的木棉球 以及擁有飛快刀的草苗龜 都是在20名前面的主要原因 然後為什麼可以看到烏波可以在前面的關係 主要原因在於第一隻的銅鏡怪是鋼系寶可夢 烏波的話地面系能夠完全壓制 加上它是地面跟水的緣故 像是妮妮丘也是一個主要壓制 銅鏡怪的一個角色 其他角色有些擁有純粹的 泰山那點快速出招的關係 像是大蛇田啊 以及這隻小海獅都是不錯用的選擇 然而暗影系列比較少啊 像這隻臭幼啊 六尾以及這隻草苗龜 算是暗影系列前幾名的角色 如果玩家想拚單點的話也是可以的 至於這個排行榜的話 會根據國外的一些規則進行改變啦 所以這是目前在丹尼做影片前先擷取的 玩家可以在下方的資訊欄 可以再找到這20名前面排行榜的一些資訊喔 然而那麼錯綜複雜的角色那麼多 我們到底要上誰呢 不然就直接派前三名好了也是可以啦 但是丹尼在國外的網站上有幫大家 找到這一個克制的一個圖形 可以看到其實在五角形裡面 他們的五隻角色其實是互相的克制 所以玩家如果要搭配的話 可以直接選擇五角形裡面的角色配置 但是如果你真的不想玩五角形裡面的話 你也可以搭配外面側邊的這些角色 其實他能夠壓制裡面的角色使用的 像是你可以看到這一隻凸硬鴨頭啊 或者是飄飄球 都是不錯用的角色 主要原因在於他們惡系跟幽靈系 可以壓制目前第一名的銅鏡怪的話 相對的整理的狀況下來說就非常的好用啦 當然我們今天也是要來講解一下前十名的角色 為何能夠那麼強勢啊 我們今天不考慮講二十名 因為這樣影片可能會做太長 所以我們從前十名開始講 從第十名的話就是小海獅 小海獅他本身是水系的寶葛夢 他本身怕草跟電的關係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我們前二十名的名單裡其實沒有電系的 然後草系的話就木棉球 但是木棉球會帶著沙嬌出場的關係 所以其實用小海獅非常的好用 而且你可以看到他的招式組合 擁有短能量的水流位以及冰龍之風降對手攻擊 算是非常好用的大招 加上我們的兵力本身是一個攻擊力跟蓄能 非常好用的招式 所以小海獅能在第十名 算是應該屬性上跟招式上都有搭配到的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第九名的大蛇舔 大蛇舔他因為他是一般系 他只怕格鬥 格鬥的話我們可能就要小心小果狼 其他角色好像都並沒有格鬥系的招式 所以他在這個小杯裡面對戰中就變得非常好用了 而且他能夠抗幽靈系 其實幽靈系的話能夠壓制部分小小杯裡面的角色也算是蠻強 不過我們可以稍微注意一下他的招式組合 泰山加鼎算是絕版招 如果玩家在之前的活動沒有拿到絕版招的泰山加鼎的話 這邊就可能要稍微尷尬一下 畢竟泰山加鼎還是一個能量短攻擊力還不錯的一個招式 是大蛇舔必須在對戰中使用的 第八名是尼尼丘 尼尼丘基本上就是鳥魚王進化前的延伸 但他還是維持水系跟地面系的關係 所以他弱點只有草系 草系在我們目前的小杯裡面其實並不常見 所以他的強制程度是有的 加上他能夠使用地面系的招式去克制同境關的關係 所以他在第八名是當之無愧非常的強 第七名的話則是被蓋蓋從搶走這個盔甲變成騎士蝸牛的小嘴蛙 小嘴蛙的話我們可以猜一下 他雖然擁有盔甲的造型 但是他本身並沒有鋼系 要稍微注意一下 他只有蟲系的關係 然後我們這邊因為蟲系的可以壓制格鬥系以及超能力系的角色 所以他是完美的壓制像那個小果然翁這樣的角色之後 可以用死殘亂打不斷的蓄氣 之後用泰山加鼎快速出招 以及蟲鳴的一個高傷害打出一個效率 所以他算是沒有克制到銅鏡怪 但是有克制到小果然翁 所以他排制到第七名的位置 第六名則是比較少見的臭幼鋪 臭幼鋪他本身是惡系加上毒系的角色 弱點只怕地面系算是非常強力的屬性 而且你可以看到惡系本身能夠壓制超能力系 所以在這一個小小杯裡面 超能力系比較多的關係 他能夠壓制的情況下他就變得非常好用了 不過要稍微小心一點 因為咬柱本身是一個攻擊力助稱的招式 他的蓄氣量比較低一點點 所以在出大招的速度上 可能會偏慢是這一隻臭幼鋪的小小的缺點 再來第五名的話則是烏波 烏波的話他本身也是地面系跟水系的組合 他進化後面的澡王 其實澡王他本身因為他的大招出招比較慢的關係 所以導致他使用性並沒有像鯪魚王那麼好用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烏波啊 烏波用有泥巴射擊高性能之外 泰山阿鼎這一招也是出招很快 所以他在整體的大招使用上非常好用啦 弱點同樣只有草双克的關係 所以他在小小背面其實是不容忽視的 那麼玩家肯定會問說那跟尼尼丘有什麼差別啊 其實整體上來說在體質上是差不多的 最實質影響的就是大招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這一隻烏波他是使用泰山阿鼎的 而尼尼丘的話則是使用水流尾 泰山阿鼎本身能夠壓制的屬性是沒有的 但是水流尾的話是能夠壓制像地面系的角色 所以其實就看玩家是要使用尼尼丘的水流尾 或者是用烏波的泰山阿鼎去打對方 就是他們兩個關鍵性差異的 再來來到第四名的部分是木棉球 木棉球的話他是草系跟妖精系的角色關係 所以他的弱點算是蠻多的 但是抗性也很多算是一個雙韌劍的屬性 本身一定是使用沙嬌的單點傷害去做輸出啦 像是如果遇到單手的話他能夠絕對壓制真的沒有問題了 大招的話他就只有草系的招式 所以我們就要推薦能量需求比較低的種子大段進行使用 畢竟沙嬌並不是一個高遜能的招式 算是我們使用木棉球的話 比較單調的部分就是用妖精跟草系的大招去壓制對手 再來是第三名就是我們俗稱異類的小管 因為他畢竟在小小背裡面竟然能夠有HP180的程度 算是非常的扯啊 而且也可以看到雖然他是擁有超能力系的角色 但是他的小招竟然有雙倍奉玩 算是非常的強 如果玩家想用二系打超能力系的話 這一點他對他也是不管用的 然後比較缺點的部分就在於他的招式組合裡面 他竟然大招只有一招叫做鏡面射擊的超能力系招式 所以他的招式出招式比較單調一點點 那你可以稱他為在小小杯的戴歐奇西斯防禦型態的概念 因為擁有超能力系卻擁有雙倍奉玩的招式 這種事算是蠻少見的 玩家如果在星辰足夠的情況下是蠻建議貫一隻小管用上來的 畢竟你可以看到其實在20名的名單中裡面 他就只有他擁有雙倍奉玩 其實能夠壓制許多怕格鬥系招式的角色的話 他還是蠻好用的 接下來我們就來到了前兩名的位置了 我們可以看一下第二名的話是單手龍 算是玩家蠻喜愛的一隻角色 單手龍就只要練到17.5的等級的話 算是不用太耗星塵啦 但是玩家在使用的時候要稍微小心一點 他的弱點算是蠻多的 但是抗性也很多 所以算是一個雙雙劍屬性的角色 我們會仰賴單手龍在龍襲的傷害量拼出招式之後 再用泰山阿鼎這種短短的招式 不斷的給對手輸出壓力 算是單手龍在小小杯裡面非常實在好用 而且不傷心塵算是經濟又實惠 所以第二名的單手龍是必練在小小杯的喔 那麼我們來到第一名的部分 為何青銅怪能在第一名呢 我們先從體質上來看 算攻擊普普啦 但是防禦力的話算是在小小杯裡面非常強力的 HP的話他只輸給前20名裡面的小果然翁而已 所以他的坦度是毋庸之以 加上他本身有剛抗性的關係 在對抗屬性下來說 你可以看到他能夠抗9種屬性算是非常強力的 那弱點的話也會被前面的幾隻角色克制 像地面系啊或者惡系都能夠壓制他 是比較他需要擔心的 然後我們從招式組合來看 他的念力就是一個擁有傷害又擁有蓄能的好招式 至於精神衝擊跟重磅衝撞這兩招的話 在大招的部分威力上跟數據就沒有那麼漂亮了 是他比較堪忧的部分 所以在使用青銅中的時候 我們盡量會選擇用念力可以單點掉對方是最安全的 然而他在目前小小杯裡面排名第一啊 但是他的星塵使用量算是蠻高的 畢竟念到37.5等的話 基本上來說也要差不多快要10萬左右的星塵 差不多辦法灌這一隻青銅怪啦 所以玩家如果要灌青銅怪的話就三思而後行啦 那麼這就是前10名在小小杯的角色的稍微的介紹 就提供給玩家們當作參考 那麼來做一下總結吧 除了丹尼介紹的前10名之外 其實還有很多角色能夠在小小杯進行使用的 玩家可以把庫存有一些閃亮亮的角色拿出來使用 閃對方對手也不知道招式 其實打起來我們的對戰環境是公平的喔 這樣就不會因為對手是高手反而幫你壓制下來 算是對於新手玩家而言是可以體驗的 不過相對的消耗的星塵也是不容小事的啊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打小小杯的話 稍微顧慮一下你自己的星塵在進行對戰比較好 然而丹尼今天稍微介紹比較強勢的幾隻角色進行詳細的分析 當然小小杯不只如此而已 我們等下禮拜的時候會進行一些對戰的影片 讓大家了解小小杯跟普通的賽制有怎樣的差別 就敬請玩家們期待影片喔 那麼本部影片就到這了喔 往後還有想要知道更多寶可夢相關資訊 歡迎訂閱丹尼的YouTube頻道或到粉絲團按讚 就會知道更多第一手消息喔 如果玩家希望丹尼必定回覆你的留言 也可以加入丹尼的會員 將會比其他觀眾更快得知丹尼影片的資訊外 而目前也有推出進階的好友會員 加入後玩家可以在Pokemon GO遊戲裡加入丹尼的遊戲好友 而目前Pokemon GO遊戲好友數量只有200人 因此數量有限就盡情把握囉 你的支持都將會化為丹尼做影片的原動力 那麼我們下部影片見